我們今天有很多位的朋友 都是Mobile App的行家 第二位我們爭取時間請Leo Leo就是Newton IT Solutions 都是香港另一間做很多Mobile App的公司 先慢慢來 Leo有一陣子跟我們介紹App Development 或者在座的朋友 如果想開始業的 或者參與這行業 請不請人之類 可以給他們一些資料 謝謝你 這就不行了 OK 首先謝謝Leo 今天其實說的話 都不打算銷售什麼 或者說很多DVD 有關我們Brandman的事情 但是今天帶了一些個案 就嘗試在我們做過的App之中 去找一些有沒有什麼新的方法去做App 或者當做App的時候有沒有什麼要求呢 首先少少自我介紹 我叫Leo 就是這間公司的銷售 我們開啟了一個Mobile App 在說明9年的年後 應該大概的時間 就是iPhone剛剛在香港 有韓國買的時間 之後我一直都開啟了很多不同的App 和遊戲等等 可能當中有些iPhone 你可能不記得 包括了 今天這個 我在早幾天 很多人說這個公司 就說我是重刺CEO 於是呢 其實其中的App 雲細手間草刺 就是我們做的 首先這個問題 為什麼要做App呢 我想坐下來 不用特別說的 但是我印一個數據 就是原來在香港 上年 不是說2011年 2010年的時候 那個over of penetration 已經漸近50% 即是說今年很高 50%的手機用家 是用的 其實我很多時候 很多場合 我都有說的 就是所謂地點觀察技術 即是說 你看到你的車廂裡面 究竟你見到 有多少這樣的設備 可能說到 2009年的時候 可能我在車廂裡面 我會見到很多 NDS PSP 打機等等 好 現在 剛剛我才趕來 見到一個車廂裡面 雖然不太多人 大概10個 有9個半 都是拿著電話 剛才有個 比較大的叔叔 是拿著一個iPad 這麼大的 我看這個報紙 可以開回 我的iPhone是甚麼 超大 可能這個真是 我們經常說 Catrand 有一個很特別的市場 就是公家 公司公司公司 所以 都結合了這些 那 好了 講到要做一些APP 可能 暫時沒有講過一些自己的興趣 但 當我想做一些 Marketing 的apps 有甚麼要注意 呢 有一個很普通的情況 很多性格 的 他們都會 說 我想做APP 為甚麼呢 做了一個現代 問題就是 於是他們就說 不如我把我現在 我現在公司有網絡 不如把這個網絡 所有的東西 一次用 包括甚麼呢 包括一些 一些 news and events 那些 那些 知識 眼界 一些優惠 然後 一定要加的 Store Locator 因為我可能 就算是一間店 都好 我一定會在Google Map 告訴你 我的間店 那 沒有了 接著可能解釋了 它自己的產品 接著就 這個APP 應該會有人登錄 那麼多人有iPhone 那麼多人有Android 手機 那麼多人有智能手機 我們要外出 就一定有登錄的電話 其實是不是呢 我想應該 大家會發現 在APP Store 裡面有很多層 就是這個APP 就是這些 那 於是 其實 當我要做一個APP 的時候 我想讓人們知道 有我這個APP的存在 除了我很強烈 很強力的 宣傳推廣之外 還有甚麼我要注意 在APP本身 那麼 我們覺得一件事 很重要的就是 你的APP 有沒有什麼獨特之處 是獨特刀 除了你覺得它 不如有趣和好玩之外 你還會告訴你的朋友 那當然你說 喂 現在在市場上 有超過40萬個APP 我只當了iPhone 我怎樣去 自己 又或者是 我哪有這麼多橋 當然這件事 不一定說 每一個APP 你都要動物到 蜜蜜蜜蜜蜜 但是你會不會考慮 在外國 帶來一些它們的成功案 試一下呢 又或者是 會不會將 現有的一些 現有的技術 去改良 盡化 這樣做呢 第二就是 我們也有看到一些 個案 是 我想將我公司 全套服務 一個一個一個 包括什麼呢 有一些 找樓盤的APP 除了找樓盤 找一手二手 除了找樓盤 放樓盤之外 我原來會將 老闆的那些 每日看報紙的專欄 就放進去 你很容易變成 那個APP 會不會失去 究竟你這個APP 是做什麼呢 究竟你是想提供一些資訊 提供一個樓市的資訊 給客人 還是我集完我所有的東西 這也是一個 當然 剛才所說的 很多APP 有些優點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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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裡來的呢 除了樓盤 想到一些很高興的壞 環盤之外 其實亦都可以透過一些 現有新的科技 新的技術 去幫助你 去 啟發你的財源 例如 之後其實講了幾件 很多事情不明白 大家都覺得很深 其實我們在講 AR 所謂的抗爭 在很多APP裡面 都是用一些附近的地方和地區資訊 但是沒有的了 最多都是用來打機 總之開著鏡頭 有些怪獸走出來 射射它 其實是否只可以用來找東西 或者打機 其實原來可以有其他玩法 包括 我們嘗試過做一個 風水和風水師傅合作的一個APP 就是 原來你可以拿著電話 在自己的家 幫人自己看風水 就是舉起鏡頭 由於是在不同的方向 就會走一些不同的風水物品出來 於是你再 譬如說 有杯水 那為什麼 為何我會放在水 於是你多了一杯水 師傅就告訴你 我今年這個位置 就有什麼東西 所以你放在水 那這個 我們覺得 除了是一些原油的用途之外 都可以有一些問題 另外很多時候 用到手機鏡頭 很多時候 可能大家知道 做了很多 做到光光的東西 那 可能說著鏡頭 通常是 不如玩那些所謂的 novo effect 做些影像 加些黑角 加些 加些 這樣就好 但是 原來 這個鏡頭還有很多 未開發的用 包括 原來是可以用來做 一個測光鏢 所以說 當我的手機 對著家屋的 一些光流行的位置的時候 它可以告訴我 這個 所謂的濃度數 有多少 夠不夠光 是需要換一些 不同的燈板 也有這樣的部分 那第二件事 就是 除了NAP 要夠動力之外 很多時候 我們出了NAP之後 都想有很多人去用 或者不會入 都會用 但問題就是 你的APP是為報紙、雜誌 你是否一些傳統的媒介 於是 大家不想 你的APP在那裡 看報紙 不行嗎 如果不是的話 那就大問題了 為什麼 因為 其實一般的用家 在網絡 可能大家都會 接受到上面 如果大家拿著電話 有的APP 不同的都是報紙、雜誌 看電影 看一些影片 可能上了一下 土豆、 互服、 YouTube 那樣 但除了這些APP之外 我是否要其他 裡面的APP 就沒有辦法 吸引到那麼多的用家 都是的 但是 如果你不是這些APP的話 你可能 要想一些不同的玩法 包括 是否有足夠的信息 更新的 更新的頻率 即更頻率 令到用家可以最少 每天都要來看 都偏重來看 第二 那個用家的參與 就是說 當然你說報紙、雜誌 他們每天都會來看 但是那件事就是 你會不會是 原來的用家自己可以參與的呢 可以去 提供一些資料給APP的呢 另外一方面 就是很多時候 一些APP就說 我想吸引人物 不如我放一些Q彈 放一些優惠上去 但是我們就覺得 Q彈是可以 做一時的刺激 但是 不能有持續 這樣吸引到的 最後就是 YouTube是一個 YouTube是一個 App是一個 最好的選擇 因為 你就算 不是每天都用它 你需要 你想起它的時候 你都會打到它 那 因為時間關係 所以 對 那 例如一些 找餐廳的APP 當然你說 每個餐廳 很多時候 大家都用了 另一個 的報紙頭的APP 但是 這個有什麼特別呢 原來就是 當你去 提交一些 的成人上 那個報紙頭的網站的時候 原來他們有專門批 你沒有 一千幾百字 他也不批你 你可能 你覺得這間餐廳好吃 有蟑螂 他又說 我批評不到有蟑螂 我於是 又不把你 放出來 於是 在這個個案 我們就嘗試 做了幾個 推薦或者微薄的方式去 其實你去餐廳吃飯 你也是 看到餐廳擺放在那裡 我拍張照片 我吃的 於是 我就拍張照片 打點字 立刻可以受騙 但不需要有人 去批評 於是 我每一次的留言 都可以 有一些會放到上網的人 另外 這個就是 原來是一些 學習英文的工具 你可以自己去加一些 除了說 他本身有一點的生字 給你以外 你可以去到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們看到一些新的生字 你都可以自己加進去 另一方面 就是 我們很多時候 做了app 但其實 我們知道有人打到 但是哪個download 他在哪裏 他在用什麼 他用app來做什麼 於是 其實我們都有一些方法 去把user attributes 去留在那裡 當然 這個 用法 或者這個玩法 但是有幾個難 你以後是需要特別小心 第一 千萬不要逼你的用家 去做你的member 曾經有一個很特別的 一個 旅遊公司的app 第一種版本 他一出來的時候 什麼都不給你看 就是 直接叫你 訊號在facebook 於是就很快 我什麼都沒有收過 還要給你 於是呢 於是呢 就反彈了 後來他都重新了 那app 在這裏後的眼睛 也都已經開始不需要 一定的訊息 另外就是 當然要小心那個 國人私人的問題 這個是其中一個位置 我們其中一個m 就是 原來我們可以知道 我們用家的 你現在的身處 的位置 譬如我現在是灣仔 我會知道 我是灣仔 於是呢 就去發送一些 商關在灣仔區的信息 所以我們Visual Andy的 童詩都提及了一點 另外就是 譬如一些的公家 他們本身可能是 跟某公司做了一些 管理的 是不是可以 使用他們的 管理的資料 去做一些管理的服務呢 譬如說 這個文牌的app 原來是他們的管理的話 你是可以用一個 videocall 給他們的律制師 然後 去理解你的 然後發生什麼事 修正的問題 另外一些 古靈精華的方法 譬如說 這個是一個 保險公司的 配偶計算機 那件事 雖然它是 這個app是 開箱的工作下載 但是 其實它是 不利用的 為什麼呢 其實它幫 主要的用家 是他們的 保險公司的 它重複了app之後 原來坐牌 可能跟朋友們扮演說 啊 我最近重複了app 很不容易 可以計算到你 退休的時候 要 去休息 於是你計算 要去休息 那 好了 那怎麼辦呢 不如我們找一個 私底下 坐下 簽一下 你便會 幫到你了 又或者是哪些app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我這件事 就是 很多時候 你去到 酒吧 或者是一些 hub 都會有些女生 就買來 跟他銷售一些 但你一走過來 通常就走 你再買 於是 他們都會有一些 有些app 可以幫你 做一些ice break 即是 打開話題 於是你又可以 拍兩句 看到那個女生 你又可以照顧 接著你便會跟他買東西 那 哇 那 最後 因為剛才聽到的問題 原來是 即是有些電話題 可能大家也有些想 做的 在app的時候 會是誰 那我就在我 這幾年做的東西裏面 找了 找回這幅士出來 就是 究竟這個app是 即我 我想做app的 實際是怎麼來的 那這個是 很多年前 做這個總辭的時候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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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歌麵、東韓融、乾乾淨、有沒有辭職 於是我就這樣寫下來 然後呢 第二步我們就會將它畫成一些所謂的草圖 當中這個草圖當然不是我現在的 就是我會嘗試用一個環境的方法 令到我可以理解到我整個程度的流程究竟應該怎樣 最後就是才做一些實際的做一些的技巧 或者文化那些 當中除了這些東西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的 包括你要考慮的是 究竟你的app好保養 你有沒有全體檢測你的app 就是有沒有固定的app 你拾進去app store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是Facebook 你要申請一些帳戶 交這些東西 跟著它又賣你等等 那之後 我剛才說的 那個市場上有幾十萬的app的時候 你怎樣去做你的公開呢 你是否透過一些banner廣播 去賣你的app呢 又或者你是否可以用Truple Network呢 還是你app已經有天理 或者是賣掉出來 你怎麼這麼多人翻路呢 那最後就是你都會看回用者的review 他們的comment 你會不會有一些可以改進的地方 你是不是會弄一些新的版本 或者甚至重新再做我們的app 去實驗的發展到 那就…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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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一下大家這個問題 不過我們試一下 好 休息一會兒